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原来也是不然 你看 线下无落大人不是既可明了本尊 寓意何为吗 当日确实是无落多有的罪 还望尊者大人不计小人过 哦 此般无落大人倒是知道认错了 但是 已经晚了 主敬 你 楚飞梁说的有理 若是想惩治你 本尊为何不自己上 你胡说什么 哼 无落大人就爱这般装傻 之前本尊可是有给你机会实践的 怎么 其中妙处那么快便忘光了 归宿臣之事 若不是尊者设计对我用药 也不至于弄得那般狼狈 这么说 宿臣说那般苦楚 是本尊最有应得了 也不其然 无论只求尊者 莫要以那般方式来定无落的罪 至于要幽禁还是鞭挞 亦或者赐死 无落都绝无二话 哼 无落你还真是天真 你觉得本尊会随了你的意 不回答 那便是你自个儿都找不到 让本尊宽恕的理由 我便知晓 无落大人是该这般风情万种的 不敬 你一定有这般 无落大人 现在是不是有所悔恨呢 我为何要悔恨 我碰的是归宿臣 要以臂知道还之彼身的也该是他 而不是你 无落你很好 亏本尊刚刚 无落 你以为本尊会对你做什么 该死 将无落大人 好好地安置在我的隔壁 但是您好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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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你居然用那般技巧去逼迫乌洛 若不是那日我恰巧听知情者讨论 要将黎宋去关押乌洛的地牢 得知你们那些卑鄙行事 我恐怕会一直被你蒙在鼓里 龟宿辰 你以为你便多高级不成 你怎能一直应了我 一边又是折腾乌洛呢 还不是自个儿送上门去供人家吃得一干二斤 我还真是没看出来 你竟然还能将那一股子云荡 你从得那么深沉 无论它有满足你吗 嗯 你要是真喜欢被押 找我 何必那样大费周章 你胡说什么 这个时封是不是该恰是否 我胡说 这两人要吵得合适啊 是真是假 你自个儿的身体可是记得深刻 便不需要本尊诸多提醒了吧 你 龟宿辰 你口口声声知乎者也 到什么男子相恋又为长伦 可你自个儿对吴洛怀的那般心思 难道便与你的长伦之道 不是背对而驰 我没有 哼 没有 你当本尊是瞎的吗 你以为你拒绝本尊的那些借口 有多上道 你看不上本尊 还真以为本尊便非你不可了吗 龟宿辰并未遇 尊者确定还要这般激怒他下去 哼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隔壁的吴洛可安排好了 方 方才已然给吴洛公子经历完毕 不久之前刚刚入睡 入睡 本尊与宿辰因你小鬼而争执闹翻 惹得一枪怒火无处发泄 你倒是如同来我修罗幻姐做客一般心安理得入睡了 真是有够潇洒安分 吴洛 你以为本尊会让你那般舒坦 哼 你倒是请就计为席的啊 你又想干什么 吴洛大人可真是适应能力极佳呀 在本尊的G盘也能睡得这般心安理得 既然是尊者有意安排 吴洛大人只有从命的份 哼 从命 你也便只会这般心口不一罢了 尊者又何尝不是如此 所谓的吴洛大人还真是否则 别拿本尊跟你相提并论 你不够格 你竹竟有意行作 我又早会不止 只是前不久走之前 怒月明明消散了多少 怎么只转了一圈 又是染上一身煞气 哎呦完没完了 尊者 吴洛此番本是奉着石叶大人之命 即使叶明珠没能完好送到尊者手中 你也应该给吴洛一个向石叶大人赴命的机会不是 少拿石叶来压本尊 在这而言 石叶能为了尼一介小鬼 给本尊翻脸 乌鲁前来修了幻戒 也是为了两界的友好之教 如今尊者此放寇雅 未免太不合常理 你跟本尊谈常理 或许石叶纳斯 是希望两界关系友好 可是本尊不希望 你们家名帝 能为了你来修罗幻戒大闹一场 那是更好的 只是 无洛 你值吗 尊者说的当然有理 我无洛本就不值 所以当然也只配旧敌维席 尊者还有其他的指示吗 没有无洛就睡了 哼 你 闭嘴 闭嘴 无洛 本尊就是想让我痛 最好是刻骨铭心 然后学怪 太固执 不懂得银河的 是没有好果不吃的 这是你该吸取的教训 找我有何事 天文无落 得你宠爱 有一段词 可它毕竟是明帝的清醒 此番 我向明帝借来 也是用着陪我 一同毁灭这探亲的名义 所以竹井达人 可否将无落交还 也不至于让实验 得个有界无还的臭名啊 你是哪里得出我宠爱他了 难道不是吗 我听闻昨夜 他可是被你安排在偏殿 并且如今 你在那边过了夜呢 你 他无落算个什么东西 你若要 尽管拿去便是 哼 既然如此的话 无落 你还不出来 拜别尊者 多谢尊者 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们很好 叫冲门出来 他在哪 出没 无落大哥 这是出没 当日都为了他出手相救 李才能得以安全 回民间 将你被困之时 告知文人大哥 只是说来也正是不巧 早些时候李闹腾着 将出没与白衣情 拉着去人间游玩了 所以出没不在这里 他在哪 出没 或许早些时候确实在这 可是如今在下 确实不知他的去处 昂 貌似本尊来的不是时候 逐敬 本尊没猜错的话 你是刺眼 你是刺眼吧 哼 多谢尊者 救命之恩 哼 无落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值得本尊出手相救 那条蛇的胆子也不过如此 那条蛇的胆子也不过如此 你莫要会催忆 本尊可没想救你 无落 无落 你知道什么 知道无落 出身卑微 自然是不足孙者出手相救 哼 我就说过 我可没那么好心救你 所以为了正恩这句话 才愈发雪上加霜吧 我知道 我知道 哦 你又知道什么 知道尊者不会救我 知道是无落 会做你而已 完了 本尊讨厌被揣测心意 你这般弱 总而言之 随便个阿猫阿狗 都能叫他那死 只是 你死了 本尊自然要少许多乐趣 岂不无聊 看在你今日 也算逾越了本尊的份上 送你一个礼物 主人 果然七力认主的步骤之一 是虚拟活血 本尊也只当十言一番 没想到还真让你捡了便宜 礼物吗 尊者美意 无落真是无意为报 主人你可别被这人面兽心的混乱欺骗了去 他这哪是在帮你 分明是在祸害于你 以足尽的修为 至个被吃厌剑的灼伤 需要弯骨削肉吗 百明就是故意让无落收那番疼痛之费 你说的确实不错 本尊就不是什么心慈手软的 本尊既难得大发善心 一次给他添个左膀右臂 他无落自然也有义务 受这番苦楚来取乐于我 抢此夺礼 很好 这才刚认的主就这般鞠躬尽 准确 奇力 我是应该夸你忠心呢 还是该斥你无心呢 不好 奇力设施未深 言辞间多有冒犯 还请尊者梦要与他计较 自己都顾不了 还有心思管别人 你这般衣不遮体的模样 还真是误会了本尊的眼睛 小爷还怕你这身衣裳 不干净污漏我家主人呢 混账 那块破铁有什么好的 嗯 不就是长得好看点 舌较利索点 修为高一点吧 至于那么死皮赖脸着我家无落大哥不撒手吗 哼 李娜头顶几乎要冒烟的模样 还是让人觉得特别可爱 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个破铁都三千岁了 比我们家无落大哥都要翻身好几倍的大呢 还一副小孩样装可爱 太不要脸了 啊 气死我了 你个奇怪的大叔 笑什么笑呢 奇怪的大叔这样的称为 你还真是叫的岳马书可 我可没笑话你的意思 就是感觉 你说的话还挺有道理的 你确实比七里也好得多 哼 那是 就那块破铁怎么跟我逼啊 我跟在无落大哥身边那么多年 怎么是那块破铁的几天就能抢夺掉地位的 哼 破铁 就你这连一碗药都见不好的小鬼 还想跟小爷我去抢夺主人的喜爱 我说的有错吗 你个修炼三千年的药物凭什么 凭什么装成少年模样 不去无落大哥的疼爱 老妖怪 老不死 有本事你也换的爷这般小巧啊 哼 这老妖怪还真是哪错误开提哪糊啊 混账 你这破铜烂铁 赶紧把我给我落大哥今天要还给我 啊 该死了 怎么 在明地的宴会上 吴洛大人 这是嫌弃本尊 都不屑 起唇收下本尊的酒 是吴洛大罪 吴洛给尊者赔罪 既然是赔罪 一杯未免太无诚意了些 尊者所言善事 果然这竹镜递过来的酒 可不是自己这藏小人可以喝的 哼 这就受不了了 朱 朱镜 站好 是吹了冷风凉到了 受如此之病 本尊到底在想什么 朱镜 你想干什么 啊 头 头晕 啊 本尊倒要看看你玩什么把戏 啊 啊 之前在宴席上不是面不改色尖如丸石吗 还以为你吴洛大人酒量多好呢 啊 可 哼 哼 哼 吴洛你这般模样 可是比清醒之时讨喜得多 嗯 朱镜 敢动手了 行啊你吴洛 我 怎么 现在看清本尊是谁了 啊 刚才动手的时候 吴洛大人不是干净利落吗 怎么现今又在本尊面前装虚弱呢 吴洛无意冒犯 哼 哼 我 就用这幅污秽血行之戎来建本尊 还不滚去擦擦 污秽 这与你何管 你来揍什么 哼 知道本尊恶心你哪里了 不再一口一个尊者成活 既然你不喜欢我这般尊位 我又何须自讨苦吃 果然暴力才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本尊是不是打得你通体舒畅 哼 没有谁会喜欢受这些去的 可是本尊却觉得你很是喜欢 之前 你可是口口声声喊着本尊的名字 都说酒后吐真言 莫不是无落你 倾慕于本尊 尊者大人您真会说笑 你翻眼不认的功夫 倒也是炉火纯青 哪能跟尊者您的信口子皇相提并论 你终于肯说实话了 自古实话中言皆是逆耳 我还以为竹敬尊者 应当是喜欢奉承的 好话本尊当然也爱 只是你阿谀的功夫太轻 一眼便能看穿的鸡鸡伎俩 只能令本尊百般嫌悟 那么逐敬尊者 如今笑话也看了 夜深入重 你是打算在我这边借宿一宿不扯 你这破例法即使是求着本尊 本尊也不屑踏足 但是如今本尊却是更不惜随着你的意义 既然我们这般相见了物 共处一室 尊者大人不会觉得糟心吗 会 但是我喜欢 喜欢什么 喜欢看到你无能为力 时时刻刻警惕 不得快活 不然 你以为本尊喜欢什么 你吗 吴洛也不愿爱着你的眼 尊者既然有意与吴洛同他而民 那便让吴洛为你宽衣吧 知道本尊在看什么吗 本尊在看你 哼 这有伤风化之事 倒是做得最新应手 你说 宿尘是看上你哪一点了 这一直令本尊百思不得其解 归宿尘 我与他不过萍水之交 萍水之交便招得他这般怜念 吴洛你好本领啊 你所谓的宽衣同情便只有这般了 吴洛自然不如尊者这般见多识广 能理解的一直有这般前线 吴洛 果然还是闭上眼的时候 看得顺眼一眼 不要锁着我 不要锁着我 好冷 好冷 不要 不要 嗯 两多了 这下就不怕半夜有萧小之辈来办 哼 你倒还真是敢 这般心安理得如飞 吴洛大哥 吴洛大哥 你给我评评理 白衣琴那个有病的大叔 昨夜居然跟我同窗共枕 他意图不轨 吴洛家的小鬼 你好大的胆子 是 是你 你 你怎么会在吴洛大哥的院落里 吴洛便是这般叫唤你的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怎么 冲撞了本尊就打算一走了之 你放开他 出没 有本事 你便过来抢 梨 走 刺眼你 你 伤的是梨 你伤了他 你伤了他 前院的是谁 梨 这小鬼还真是受欢迎呢 你们这般前仆后继来英星救美 吴洛肯救尊者放过梨 你已经伤害过他一次了 什么叫本尊已经伤过他一次了 吴洛大人好眼力 这么快便看出了本作意欲何为 离年岁稍小 若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尊者 还望尊者大人大量 莫要与他计较 你很喜欢这小鬼 是很重要 你还真是敢说呢 重要便好 吴洛 你或许都已经忘了 当初在地牢 本该是这小鬼去承受那般苦楚 最终 却落到了速尘头上 龟速尘 所以你是在对龟速尘那件事更更余缓 本作只是不想让你过得这般坦然 凭什么龟速尘对你恋恋不忘 尊者若是为了那件事 冲着吴洛来便好了 还望放离一条生路 你没资格求其 我倒要看看 这离在你心中到底如何 求尊者放离一条生路 吴洛愿意息听尊便 尊者求你放过他 吴洛 你那张虚作的脸 可是越发令本尊厌恶 你不是想让本尊放了他吗 行 本尊便给你个机会 随本尊去修罗换戒 见一人 龟速尘 你来做什么 不是于十叶他们 一同去冥界探亲了吗 哼 明龙头子安红豆 入骨相思君知否 你真是好本事了 都学会堵物思人了 这画画得还真是像 你你你烧了他作合 看来素晨对于吴洛那小鬼 真是喜欢得紧 那么本座将他请来赠予你 如何 主庆 你 你莫要开这般玩笑 怎么 本尊欲成全你们 素晨不觉得欢喜吗 这般将他人当作玩物般嘲弄 我有什么好欢喜的 哼 不是玩物 他吴洛还能是个什么东西 即使你是修罗换戒的梦魇尊者 吴洛适合也不由你来评判 是吗 你以为你心目中的吴洛能多高风亮节 我会让你看到他在我脚下跪离求饶的 很快 你对他做了什么 当然是 呦 吴洛大人好是心切啊 本尊还以为 以你那鸡尾的修行赶到这边 该是几天之后 吴洛应约而来 还望尊者对李王开一面 开口闭口 皆是那小鬼 吴洛大人 当真是喜欢他喜欢的锦啊 吴洛喜欢的小鬼 你所说的是谁 素晨你应该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吧 便是那日你舍身取义从地牢里换出来的那位 所以素晨 你那日实在不应当掺和他 破坏了吴洛大人的好事 恐怕他心间是要对你怨恨几分的 你胡说 是与不是你可以问他 尊者所言甚是 主晨 你又对吴洛做了什么 你对他一往情深入骨相思 可他吴洛心有所属 却不是为了你 你以为他来修罗幻界 是为什么呢 他是为了那个小鬼而来 三跪九拜的求放过 他也只有求本尊的份儿了 本尊叫他往东 他不敢往西 这便是你轻慕的废物一个 他不是 你又何必与我争辩 是与不是你不是听见了 况且素晨难道不应该感谢我 见到他你难道不欢喜吗 主晨 主晨 你其实并不是为我 而是为了你那可笑的虚荣心 你想羞辱他一如五十年前 主晨 主晨 助手你会掐死他的 说 你方才在笑什么 伍洛只是突然想起 去给尊者送英明珠之前 师爷大人 曾经与伍洛 谈到一件比较可笑的事 说重点 师爷大人说 他曾经在天界游瓦时 在月老的红剑上 看到了尊者的名字 所以 师爷大人说红剑的另一段 刷的是在下的名字 师爷大人说红剑的另一段 刷的是在下的名字 吴洛 吴洛 你脑袋是被本尊踩坏掉了是吗 你以为你说这个可以改变什么 妄图本尊看上你 你这般若随便个阿猫阿狗都能够将你弄死 你死了本尊还真是要少许多乐趣 看在你今日也算愉悦了本尊的份上 送你一个礼物 你这般遗不遮体的模样 还真是误会了本尊的眼睛 是啊 无乐也觉得啥是可笑 这有何可笑的 本尊配不上你 说话 竹敬尊者 你想听什么 莫不是想听吴洛说 倾慕尊者你啊 你难道不是 是 你说什么 我说 我倾慕于你 你 尊者无非便是想在归宿臣面前羞辱吴洛 吴洛照办便是 这又有何难 宿臣 哼 竹敬你快放开吴洛 既然宿臣都开口相求了 今日本尊也不为难于他 但是吴洛大人 你应当知道 此番可不是由着你来我修罗换届做客的 吴洛知道 一切任凭尊者处置 竹敬 你 过 你方才说的月老红线 那是 可是真的 是 那你说青木本尊那句话 是真的吗 尊者信了 哼 当然不信 既然不信 又何必在乎 哼 可是 或许 我在乎 过来 走 我 沉沦彼岩 无常有焰 白袖轮起望着迎接 恨无言 轮回险险 三世千全 恨 树怀神仙 到的年 梦不知难刻花言 一世同归前 无关它风月 雨水老雨成欢昆云烟 众多你供它情节 一眉对如雪 笑颜带均年 画面就最昵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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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